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18年的8月23号 那么在2018年8月23号的零点,也就是美国时间 川普对价值16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 那么这个时间刚好是北京时间的8月23号周五12点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加征的关税已经达到了500亿美元 这500亿美元呢,大概占中美贸易的10%左右 看上去呢,还是一个不痛不咬的 那么真正的大喜呢,还在于后头 川普呢,正在9月份呢,拟定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 那么这样加上去呢,这个就会占到中美贸易的50% 并且他还威胁呢,会对5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 也就是所有的中国产品都会加征关税 那么从这里来看呢,很多人都在想贸易战呢 是一步一步的升级 从今年3月份,川普放出消息来到现在为止呢 这个贸易战呢,他的进程呢,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 但是贸易战究竟会对中国经济产生怎样的打击和伤害呢? 那很多人都知道会有影响 但是这个影响多大,以及它的影响激励是怎么样的呢? 很多人都不明白 那么今天呢,我就来讲一下这个贸易战究竟是怎样影响中国的经济的 那么在讲这个之前呢,我现在举一个例子 我们把中国看作是一个企业 比如说这家企业,它是专门做食品的 那么或者说它是一个餐饮业 那如果把中国看作一下餐饮企业的话呢 那么这个餐饮企业呢,它对内呢,要发购物券 给员工作为食堂的饭菜 那么这个购物券呢,就是中国印出来的人民币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民币呢,它就是中国政府自己可以印的 那么自己可以印的话呢,就只能对内流通 所以一家企业,如果你要满足员工的那个饮食需求 或者其他需求的话呢,那就发贷金券 购物券,饭菜票 让员工呢,在自己单位的食堂里面呢 买到自己单位的食物 但是这是一家餐饮企业,它还要向外销售 它同时也需要向外采购 那么作为一家餐饮企业,它每天都得去市场上买菜吧 去市场上去买原材料 难道你可以用你公司自己发的购物券去买原材料吗 显然不行 这就说明了,好比我们中共统治下的中国 它虽然可以用人民币在国内进行流通 但是中国很多资源它是稀缺的 粮食它就是需要进口 需要进口30%的粮食 以满足14亿人吃饱肚子 石油等其他资源也是稀缺的 当然粮食占的重要性就更高一点 那么中共它粮食不够要向其他国家去买 就好比这家餐饮企业每天早上要去市场上采购原材料一样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怎么办呢 那只能对一家企业来讲 它不能用饭材票 不能用购物券 只能用它现金去买 那么企业用现金去市场上采购 那么就好比中共要向其他国家采购粮食 需要什么呢 需要世界货币 美元 美元是世界上通用的货币 是国际贸易当中的通用货币 是国际贸易中结算货币 也就是说 你中共向美国或者巴西买大豆 人家说 我不要人民币 我们用美元结算 那好 你就得把美元交给他 然后美国和巴西的大豆出口上 才会把大豆给你 把粮食给你 这就好比一个道理 对吧 跟企业你总不可能拿饭菜票 南购物券给那个小贩 说我要买两只鸡 我要进口一吨的鸡肉 一样道理 你只得用现金给他 对吧 用真正的实施在地的钱 这个实施在地的钱 对企业来讲就是现金 对中共来讲 对中国来讲就是美元 而这个关系 大家先理清楚了 就是说对企业来讲 它的对外采购需要现金 对内可以用它自己印制的购物券 流通 那么对中国来讲 对外采购就是进口需要美元 对内可以用人民币进行流通 那么很显然 美元对中国 对中共政治统治地位的重要性 显而易见了 你先想看 如果一家企业 它只有印了那么多贩财票 一家企业印了那么多购物券 可是它没有真正的现金 银行账户里面没有存款 那企业还能生存吗 那就是破产 肯定没法生存 那么对中共来讲也是这样 中共要维持统治 如果它手上没有美元 那它怎么也是没法统治下去的 这就是一个基本概念 我讲到这里 那么接下去 我想贸易战它怎样一步一步影响中国经济的 那么这个原理也要从一个这个例子开始举起 比如说那这家企业 它东西卖给别人 然后呢 人家把人民币给它 企业就这样赚钱的 那么对中共来讲 对中国来讲也是这样的 你要获得美元 你能自己印吗 我们这里说 中国是印钞大国 中国到处都可以印钞 银行其实坏账率非常高 当银行坏账率很高的时候 它为什么不倒闭呢 没关系 央行印钞给银行 大家都觉得好像 这国家会印钱的 钱是国家掌握的 但是这里面你要有一个概念 就是对国家来印的钱 它只是人民币能印 它美元能印吗 美元是对外进口物资用的货币 而美元自己又不能印 美元只能美联储 只能美国来印 对吧 那么显然它没法印美元的话 那只能怎么办 拿去获得美元呢 它获得美元途径 它只有实实在在的 把东西卖给美国人 卖给其他国家的人 人家才会把美元给你 这就是赚钱啊 出口对一个国家来讲 就是赚钱 赚美金 那么中国大大小小的出口企业呢 它把产品呢 卖给了世界各地 假设卖给了美国人 那美国人就说了啊 那么我呢 就把美元给你 你把货给我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中共就这样 通过出口的方式 获得了美元 当然这个美元还要顺差 因为它美元还要去买 它赚来的美元 还要去进口粮食 还要花出去 那不能入不敷出啊 入不敷出等于是白赚了 那么总要用点结余吧 这个结余就是贸易顺差 那么中国呢 卖给美国人的东西呢 达到每年五千亿美元 但是每年从美国买的东西呢 只有一千多亿美元 那么剩余四千亿美元呢 就是存下来的美元 这就是贸易顺差 这个贸易顺差呢 以备以后粮食不够的时候呢 不停地去买 以备什么东西不够呢 就去买 想买什么就去买什么 对吧 这就是顺差的重要性 这跟一个人的钱 一个公司的现金流一样 你不能入不敷出啊 那么到这里为止 我们看一下 中国的贸易顺差 主要从哪里来呢 主要从美国的地方赚了 当然了 因为中国的贸易顺差 跟日本跟欧洲啊 其实不大的 因为你从欧洲买了 比如说一千亿美元 那花出去可能就八九百亿美元 因为中国从欧洲日本 其实进口也非常多 主要的贸易顺差 就是来自于美国 正是因为对美国 有这么多的贸易顺差 所以导致中共的外汇储备呢 就是外汇储备 就是美元的意思啊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术语 所以中国存下的美元 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这些美元 就是中共统治的 最基本的基础物资 那么贸易战呢 就讲到这里 它是怎样引起 中国经济的变化的呢 就从堵住 它赚美元的渠道开始 川普要征收的是 对中国产品征税 也就是我卖出去 给美国的产品 要加征关税 本来一百块一件衣服 现在要卖一百二十 一百三十 一百五十 那人家美国进口商 美国人就说 我不要了 这么贵 本来中国产品 它就是物价便宜嘛 因为中国产品 它也没有什么好的质量 是吧 就是便宜 现在你价格涨那么高 你价格优势都没有了 那我去其他地方买 我去台湾买 我去菲律宾 我去越南 去买这种衣服了 又不要了 这就是关税的杀伤力 关税可以使 一国出口的产品 价格被太高 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 就是把中国卖给美国的产品 价格被太高 价格高了就没有竞争力的 很多人就不要中国产品了 当然他 川普不能直接说 禁止采购中国商品 因为这个禁止采购中国商品 这样虽然是最直接的 不用加征关税了 但是这是一个行政手段 美国是个法治手段 他不能直接干预经济的 只能间接干预经济 所以 这个川普加征关税的意义就是 把中国出口的商品 价格太高 美国人就不要了 这个后果 什么后果呢 大家应该也知道 美元就没得赚了 对一家企业来讲也是一样的 我卖的产品 被征税了 被共产党征税了 那我的产品的竞争力不是没了吗 那我产品卖不出去了吗 卖不出去 那我企业就没得赚钱了吗 那中国就好比一家企业 对吧 跟一样道理 你中国出口的产品 被美国征税了 那中国制造的 那些made in China的这些产品 全部被价格被抬高了 价格既然被抬高以后 那么就卖不出去了 本来可以赚美金了 美金没得赚了 这会使中共获得美元收入 大大减少 那么贸易顺势 会迅速的缩载 甚至变为附属 这个问题就会导致美元入不敷出 入不敷出以后呢 最终呢 美元呢 原来存下的美元就耗尽了 美元耗尽以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那么再回到我们刚才讲的 中国它需要美元干什么 就相当于一个餐饮企业需要现金干什么 因为餐饮企业它每天都要去采购原材料 去市场上买鸡呀鸭呀 然后加工以后变成各种各样食物 卖给消费者 对中国来说 它每天 每时每刻都需要进口粮食 维持14亿人吃饭 因为中国它是一个国土面积 国土资源很匮乏的国家 别看我们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 面积跟美国差不多大 但是它实际可耕地的面积 非常小 远远小于美国 因为它三分之二都是荒漠 高原 对吧 光新疆和西藏加起来 就可以是中国国土面积的一半 所以中国人口又多 所以世界上有大量的耕地被占有 所以中国国内它没有大量的粮食生产力 满足14亿人的吃饭需求 所以它需要从外国进口 它没有办法 可是外国进口需要美元 现在美元没得赚了 美元耗尽了 它就没有办法去买了呀 没有办法买就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粮食短缺 粮食短缺什么后果呢 饿肚子 这会引起社会的危机 这是贸易战的第一个重大影响 第二个重大影响 我们从经济层面来讲 那就是直接影响 就是大量的出口企业倒闭 我们知道出口企业 它本身就是靠卖东西给美国人 卖东西给其他国家的人 然后赚取美元的 当然它虽然比较可怜 因为其实对中国有外汇管制了 出口企业赚取的美元还得上交 上交以后呢 给上交给中共 等于是中共就像抢钱一样的 你赚的钱你要交给我的 于是呢 它印人民币给出口企业 那对出口企业其实本来也没有什么了 反正我国内流通人民币就行了嘛 对吧 就像当于一个公司的员工 为老板赚了多少单子 赚了个大订单 钱都是贵老板的 然后老板发购务券给他 对吧 给他公司里面待遇什么 多一点什么的 这其实本来也无可厚非 对出口企业来讲 他反正 他能过日子 有人民币也行了 关键是在于 他卖不出去了 美元都没有了 美元不能上贡了 不能交给国家 因为他根本就卖不出去东西 美元赚不到了 那国家也不会兑换人民币给他了 他等于是处于一个没有业务的状态 出口企业没有业务了 那就直接倒闭吧 倒闭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工人大量的失业 大量工人失业 那么会引起严重的社会危机 有些人说 中共会不会采用补贴的方式 比如说你加征关税以后 你可能中国的产品贵了 然后再用现金补贴给出口企业 这种使得现金补贴了以后呢 这个产品的价格呢 又重新下来了 但这样做呢 他不可能持久的 因为现在中国印钞啊 已经到了一个很严重的情况了 所以他不可能大量印钞补贴给出口企业 现在中国财政也是非常薄弱了 所以对出口企业来讲 东西卖不出去 那就是倒闭 价格一抬升嘛 人家就不要了 那么这会引起大量的工人失业 这是社会危机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也是最最危险的 从经济层面上 最最危险的就是汇率危机 那么我们知道人民币汇率呢 是人民币对美元 这两国汇率是怎么定的呢 主要就相当于这两国货币的价值定的 也就是说物以稀为贵 那么人民币跟美元看需求吧 这个需求要看是人民币的需求多还美元多 如果大家都喜欢去买美元 那么人民币就不值钱了 大家都要人民币 而美元呢有很多 人民币被抢购了 那么人民币就升值了 这就是因为两国的汇率就相当于把两国货币看作是商品一样的道理 那么中国呢 我们知道是个印钞大国 人民币印天量的啊 每年都印了那么多人民币 而同时人民币在社会上 在国际社会是没有信用的 所以在国际社会上呢 人家博不需要人民币的 对吧 都需要美元 所以人民币跟美元 哪个需求大 一看就知道了 如果真正的开放市场 中国呢 天量的人民币就是废值 那么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 不要说一比十 一比二十 一比三十都有可能 就像卢布委内瑞拉货币一样崩盘 对吧 但是好在于中共呢 他希望把人民币汇率稳定在一个六到七的区间内 他就是不让你自由兑换 你虽然想要美元 没关系 我不让你换 我限制你每人每年购汇 那么同时呢 他还有一点就是 当人民币如果出现了抛售的时候 人民币汇率下跌的时候呢 中共还有一种稳住人民币的方法 就是在国际市场上把美元给抛售掉 因为你这样一个人买美元 抬升美元价格 那中共来另一头把美元抛售掉 那么这样不是抵消掉了吗 同时通过这样的方法去稳住 这个人民币汇率 那么从目前来看呢 因为中共他不可能完全不让你换汇 所以呢 更多的稳住人民币汇率的手段呢 就是通过把美元抛售 去稳住的 因为当大量人采购汇 去买美元的时候 人民币汇率必然跌 然后中国在另一头把美元抛掉 大量的采购人民币 这样的话呢 把它平衡 这是中共也就是央行 它那个常规的办法 可惜呢 这种办法有一个副作用 就是每做一次 外汇储备就会少一次 那么你想想看 如果贸易战一打 贸易战一打的话 本身美元就不够了 就像我刚才说的 可能入不敷出 甚至美元耗尽 那假设他美元耗尽了 他是不是子弹没有了 他通过什么去稳住人民币汇率呢 那么当然还有一种 就是行政手段 直接不让你换汇 直接走分币的计划经济时代 由中央来定人民币汇率 但是这样的意义也就失去了 人民币就不是一个市场化的货币了 而且如果真正想换人民 想换美元的人呢 会在国外出现一个黑市 这个黑市的价格呢 将会跟央行 也就是中国官方定的这个价格呢 差了十万八千里 总之这样是没有意义的 除非他是这样去做 否则呢 即便你限制的很严 资金还是会分批的 一股一股的出去去购美元 只要资金在购美元 人民币是一个过多的状态 美元是个稀缺的产品 那么你只有通过抛售美元 才能稳住人民币汇率 但是你美元没有了 子弹没有了 因为你贸易战一打了 你美元赚的渠道没了 对吧 所以说 人民币汇率那就会一泄千里 如果贸易战两千亿五千亿美元打下去 会导致人民币汇率从七到十 甚至到二十 再到二十五三十 天知道啊 会倒多少 因为人民币他真的印的太多了 根本是一张废纸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他想维持统治的 还真有可能直接宣布人民币不得兑换了 直接宣布不得兑换美元 但是这样一来呢 黑市就会产生 也就是说你一旦兑换在海外兑换了 你的价格呢 依然是贬值的 依然是团费值的 这是第二个影响 就汇率危机 那么汇率危机 它本身它还不是直接影响力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问题就在于汇率危机 它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经济问题 比如说汇率危机会导致国内资产价格的下跌 因为比如说举个例子 你有一个老王 他国内有了十套房子 这十套房子加起来 他可能他非常有钱 可能有两千万的人民币 对吧 两千万人民币呢 他可能相当于是 或者说是他相当于是三百万美元吧 他有三百万美元的资产 那国内用人民币有两千万 他房子很多嘛 这个老王呢 他很喜欢草房嘛 这近几年发现不对了 由于贸易战 人民币汇率不断的贬值呢 虽然国内的两千万人民币呢 他没有贬值 但是换成美元呢 原来是三百万 现在只能换两百万了 甚至能换一百万了 那我们知道 那老王他也知道 这样子的话 财产在缩水啊 对吧 那他作为他这种投资者 精准的投资者 他肯定会想到把人民币的资产 也就是他的房产 抛售掉 去换美元 因为投资者都是建立 驱立的嘛 那这就会导致什么呢 老王发现 人民币会不停的贬值 于是他就想把房子 抛掉了 换美元去 以此保住他的资产 但是当他房子挂出去的 那天开始 哎呀 他发现什么 跟我一样 抛售的人这么多啊 这就会导致市场上 在短时间内 由于人民币的贬值 房产市场 大量的抛售 大量的抛售 把房子都抛掉了 这就会导致 供求关系的失衡啊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房价已经高得离谱了 一般人根本就买不起 并且一般年轻人 父母给的房子 还有爷爷奶奶给的房子 其实也够用了 够住了 是吧 其实真正城市里的人啊 不会说没有房子住 农村里的人呢 除非他要城市去打工 其实农村里自己家也有房子 中国的房地产 本身就是供过于求的 对吧 那你又突然间 出现这么多人 想把房子卖掉换美元 供求关系就进一步失衡 那么供求关系失衡了 那么最终就影响物价 房价了 那房价就得跌下来 才能卖掉了 老王在想 对面人挂的是 一套房子 他挂了五十万美金 哎呀 那我得挂四十万美金 才能卖出去啊 对吧 那互相就开始竞价了 房价就一泄千里了 这就会引起房地产的腰斩崩盘 但是呢 中共他绝不会放着他这么做 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个危机 所以他现在采取的做事呢 是动楼 楼洞 就是把楼市给冻结 比如说 现在前两年就开始了什么 限售 五年内不得转卖啊 两年内不得转卖啊 同时一方面又限购 是吧 不符合条件的不得买啊 买的不让你买 卖的不让你买 这样楼市就冻住了 冻住的好处就是 你既然觉得啊 哎呀 房子不值钱了 想把它抛售掉 可是你又没有这个资格 所以这个房价呢 就通过动楼的方法被稳住了 其实动楼的方法被稳住的 对老百姓呢 一点都没有好处 对老王来讲 如果他抛售的话 他还可以换一点美元 换一点钱变现 可是动楼了以后呢 对老王来讲 只有一堆天文数字 而且是虚假的数字 因为这些数字根本就不能变现 但是等待他的就是什么呢 房产税 因为其实中共他也是非常明白的了 这个楼市如果冻住了 虽然表面上看 房地产也没有任何交易了 好像经济也是 房产也是死局了 可是对中共来讲 这个只要价格虚的在里面 这个虚的价格对你老百姓来说 虽然不能变现 但是也有一个用处啊 就这个虚的价格可以用来征税啊 征房产税啊 因为这个房产税是按照房价来计算的 你这个房价越高 你的房产税就越多嘛 这样一来老王就真的要哭死了 他辛辛苦苦炒了十套房子 结果一套都卖不掉 眼看着人民币贬值 他卖不掉 还因为房产税要被高额的征收 每年都得钱送出去 所以贸易战一打的话 国内那批炒房族啊 肯定是要倒霉的 这时候很多没有房的人可能还会看热闹 说哎呀谁叫他们炒房的了 现在活该啊 其实你们在说活该的同时 你们自己也是一样的 这本质现象都是中共 他像庞氏骗局一样 把你骗来 然后再把你动足 看了自己不行了 又不让你交易 然后呢顺便来切割你 来给你征税 对吧 所以这就是中共他自己做的坏事 但是这种楼洞啊 最终也不可能持久 因为你把楼市冻住了 你可能会导致房价没跌 同时你又可以高额的向老百姓征税 但是老百姓的压力就一下子上来了 就会激起更多的人去反抗中共这个暴政 引起它统治的危机 这就是贸易战它所带的影响 它左右不行 右也不行 左右两条路都走不通 你放开市场嘛 楼市因为人民币贬值 大家都去抛售了 你又是不把它交易 把它冻住吗 那么虽然楼市保住了 可惜呢 人们呢 觉得呢压力太大了 对你的政权呢就不满了 反抗的人群呢 就无形中争多了 可以明确的说房产税开征的那天 就会有大量的人群抗议 这也就是中共为什么不敢迟迟 不敢开復房产税的原因 因为房产税一开征 得罪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那么这就会引起楼市危机 那么总而言之 这个贸易战呢 它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呢 我前面讲了那么多的 大家应该是明白了 我总结一下再回过头来呢 就可以把它概括为 这样一个道理 就是说中共作为一个国家 它各个方面都很缺乏 好比一家企业 它需要采购一些必需品 来维持它的统治 那么这个采购 像对外采购 就是进口 它是需要国际上流通的货币 美元来采购的 来结算的 而这个美元 中共又不能印 它只能通过 自己把东西卖给其他国家的人 把东西卖给美国人来赚来 再把这赚来的美元 存下来 又要进口的时候呢 动用这些赚来的美元去进口 而贸易战呢 它就堵住了中共赚取美元的渠道 它堵住了中共产品卖出去的渠道 因为它会使中国的产品价格大幅度提高 这个关税 那么中共它没有了赚取美元的渠道呢 那么它就相当于没有了采购必需品 采购粮食的金钱了 那么最终呢 没有了美元以后呢 会引起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危机 就像那家企业 它没有了钱一样 它要破产 那么对中国来讲 如果因为贸易战打下去 这个美元耗尽 那么中共统治也就破灭 所以目前的贸易战 是决定未来几年中国命运的 中国人民命运的一战 从某种来说 贸易战主要是对中共会有打击 它对人民来说可能只会承受阵痛 因为这个政权本身就是炸人民血汗 发财的一个政府 而贸易战的对象 就是这种炸人民血汗的这种行为 所以贸易战最大的 最害怕的人是中共统治集团 在人民群众 忍一忍阵痛以后呢 中国会迎来一个变天的时机 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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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